26号是天王郭富城的50岁大寿 而在25号晚上郭天王举行生日派对 到场的嘉宾除了经纪人小美之外 还有张志玲 袁永怡 杨千画 丁子高 余文乐 沈家伟 还有韩战的导演陆建青 梁乐明 还有很少出席类似场合的郭妈妈 而没有到场 但是人透过VCR送上祝福的 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大牌艺人 包括张子怡 周润发 张学友 谭永玲 张震 梁永奇 周慧敏 陈慧玲 钟正涛 杨采妮和林子祥等等 郭富城表示在派对举行前完全不知道 就连身边的好朋友也不告诉自己 一切都是经纪人小美安排的惊喜 而一向孝顺的郭富城为了妈妈不用熬夜 特意把切蛋糕时间提前在晚上11点进行 之后还亲自把妈妈送走再回到派对继续玩 到凌晨12点半才带着醉意离开 问郭富城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一直希望低调过生日的他 表示是顺顺利利 搜狐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10月26号是天王郭富城的50岁大寿 而在25号晚上郭天王举行生日派对 到场的嘉宾除了经纪人小美之外 还有张志玲 袁永怡 杨千画 丁子高 余文乐 沈家伟 还有韩战的导演陆建青 梁乐明 还有横哨出席类似场合的郭妈妈 而没有到场 但是人透过VCR送上祝福的 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大牌艺人 包括张子怡 周润发 张学友 谭永玲 张震 梁永奇 周慧敏 陈慧玲 钟正涛 杨采妮和林子祥等等 郭富城表示在派对举行前完全不知道 就连身边的好朋友也不告诉自己 一切都是经纪人小美安排的惊喜 而一向孝顺的郭富城为了妈妈不用熬夜 特意把切蛋糕时间提前在晚上11点进行 之后还亲自把妈妈送走 再回到派对继续玩 到凌晨12点半才带着醉意离开 问郭富城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一直希望低调过生日的他 表示是顺顺利利 三回视频 娱乐宝宝 综合报道